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更喜欢听 我觉得有的时候寂寞也好 伤感也好 当一个音乐像一个催化剂一样 从你的耳头里 直接扎到你的心里的时候 其实在 这在这个痛的过程当中 也是一种享受 那种享受也让你彻夜未眠 也让你觉得躺在被窝里 或者是躺的时候听着 自己感动的落泪 也是一种享受很美的 其实是很美的 回过来想的时候 你在想找那样的感觉 有的时候都找不到 你若在测餐中死去 爱会在灰晶灵中 是吗 After dark fragrance put him squarely on the Chinese pop sing 莎宝亮 has been working closely with 三宝 a famous composer whose pop songs and musicals have frequently found their way into莎's repertory 暗香之前 会更猛 猛一些 因为我当时也是听的音乐也比较杂 所以总希望那种 生死历劫的东西会多一些 就像爱上一条鱼的时候 那种唱法 细腻程度不够 但是我可以表达的很细腻 从暗香之后 也是三宝老师 我们通过跟他的接触 因为他的音乐当中 古典的元素会更多一些 然后我突然会觉得 我对这种稍微有一些古典色彩 古典的那种气质的东西 会特别舒服 会特别的感觉 游润有余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样的 最起码情歌路线 这样的是我的最好的状态 没想到过 还能遇见吧 所有欲言 在瞬间蒸发 沙宝亮开始写自己的音乐 而且他创造了每一篇 一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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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在唱片当中 每一首歌都会有 它的一个故事的存在 哪怕是假设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都好 都会有那种 因为如果里边有故事 它就会有 好好看 它就会更生动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 像音乐剧一样 是一幕一幕的这样 我觉得我讲的就是我自己 因为它是出自我自己的手笔 所以是我的一种体会 是我的一种感悟 是我特别想表达的一种情绪 所以它就是我 哪怕我没有经历过 但是我体会过 或者是我身边的人体会过 但是我会把它吸到我的身体里面 然后我自己去感受那份感觉 我觉得这样 这样做起来 对我来讲才有兴趣 才有这种欲望和冲动 想做这件事情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我去演 我就觉得总是两层皮 总是合不到一起 所以我希望 把这些我想象的东西 吸到我 吸附到我自己的身体里 然后我亲自去感受它 我倒希望能够带着我的音乐去旅行 这是我的一个特别想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很难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走唱会 就是在行走过程当中去音唱 就有可能就几个人去旅行 大帮结伙去行走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然后到了一个地方以后 在一个小酒吧 或者在一个小广场 有那么十首歌的演唱 就这种小live的这种感觉 然后会融合一些当地的特色的乐器 或者是特色的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家可以跟他们作为一些交流 作为一些小改编 待一段时间 然后改编一些一两个当地的这种小曲目 然后再有一个小的live的一个小呈现 然后这一站完了以后 继续再到下一个地方 就在这种行走的过程当中去演唱 If it happens it would be an artistic adventure filled with explor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hopefully lots of joy and laughter 感谢观看